嗨,大家午安 嗨,大家午安 一,理想情人職業 是的,我是何鋒 是我姓柔 我們之前畢業界的時候呢,跟Tica合作 拍了一系列的理想情人的影片 是,她有做一個調查 聽說這個女醫師榜上有名 沒錯,醫師就是一個自己的理想職業 排名也很前面 然後呢,理想情人的職業 排名也很前面 不管自己或者是另一半都希望是這個行業的 畢竟是收入高,然後社會地位也高 又聰明 但很難達到 不管你自己或對方都很難達到 而且今天的兩位來賓更是不得了 不只是聰明 厲害專業,還長得非常的漂亮 這怎麼可能給予他們一生呢 真的太過分了 讓我們看看他們長什麼樣子 我們歡迎今天的來賓,我們的美女綜藝師 林孟穎還有游依凡 歡迎兩位 是兩位model嗎 對,太漂亮了吧 這是醫師 我們要介紹一下 他們兩個其實都是在鼎言中醫診所 沒錯,所以兩位是同一家診所 然後兩位同一家診所也沒有兩位美女 對,然後我們的林孟穎醫師是我們的院長 然後這個游依凡醫師是我們的主治醫師 是的,我們先來公布通關密 他們今天帶來了 要送的東西就在我們的桌上 是,來看今天通關密語師 伊伊伊伊,理想情人之美女醫師 可以看到這個禮物就在我們的桌上 非常的棒 今天呢,中間跟最後呢 都會各抽一帶出來 裡面有什麼,要不要跟我們大家說一下 裡面有兩款非常厲害的產品 裡面有什麼? 裡面有膠原蛋白面膜跟漢方面膜 是你們自己研發的產品嗎? 那個同源膠原蛋白是我們的 我們診所的特約營養師 徐瑞茨營養食配有限公司 他是這間公司的執行長 他研發的 他就是裡面各種有效成分 他說他都是放到市售有效濃度的 在超量很多倍 對對對 所以那吃起來的話就是會蠻油乾的 然後另外的話就是我們的漢方精油面膜 他是用一些漢方的一些成分 他對皮膚有幫助提煉出來的那些藥材的那些精油 下去去做成這個面膜 那膚完的那個改變的 對皮膚的改變的程度也會跟100面膜不太一樣 好,那我們現在接下來要來看一下兩位美女醫師的經歷 對,我們先來看一下院長的經歷 孟宇醫師 對,領研中醫診所的院長喔 然後呢之前是台北長庚醫院中醫部醫師 這個臨口長庚醫院西醫部醫師 西醫部醫師 西醫部醫師 好,然後這個症状的部分 FACE的韓式美顏針灸的這個認證醫師 然後長庚大學中醫學系的中西醫 雙主修雙學位 雙主修雙學位 加拿大中醫師 執照國際中醫師喔 是,那另外來看一下我們 柳醫師的這個 柳醫帆醫師呢 他這個台北市一樣就是在這個頂研中醫診所的主治醫師 然後呢這個群副中醫診所院長 中國醫學大學中醫內科部的醫師 那證照呢一樣有這個FACE的韓式美顏針灸認證醫師 跟韓醫顏面診行學會的這個認證醫師 美國中醫CNT的認證喔 對,專業的部分他們通通都有 是,我可以看到兩位的證照裡面都有這個美顏針灸對不對 對 大家是不是會很好奇什麼是美顏針灸 尤其像我女生我聽到我就會覺得好興奮喔 沒想到針灸 一般來說我們聽到可能是治療哪邊痠痛 現在還可以美顏 但過敏思義是不是在臉上扎針的意思 不痛嗎 就在臉上嗎 真的 跟愛美都沒有關係 所以我們有一段影片 他大概有什麼樣子的一些 一些比較說訴求的過程 比方說拉體啦 或者說是可以緊緻毛孔 大概有什麼樣子的一些 都有 他最主要是我們當下針灸前後的那個立即差異 是來自於肌肉長力的調整 是 刺激醬油蛋白質 對,因為其實我們隨著 我們這樣子工作辛苦啊 有時候肩頸僵硬或是不自覺 一些面部的肌肉過於緊繃的時候 他忘記放鬆了 他就會產生 有皺紋 對,皺紋 然後臉型就拉方了啊 什麼這些變化 那我們爭久的話就是去放鬆這些肌肉 不過還是有少數的肌肉是我們是要把它收縮起來 緊繃起來 然後來改善我們面部的這些常見 我們不喜歡的這種老化或者是看起來很疲憊的這些問題 然後 藉由針灸 他也可以調度我們的氣 我們中醫厲害的地方就是調度我們的氣 上來我們面部循環 從我們的身體內臟裡面調上來這樣子 對 所以在整個臉上面的話可能就會看起來就是 不管是膚色啦精神啦都會更好這樣 對 然後有的人像那種疲憊 疲憊型的那種毛孔粗大 對 忽然間他就好像皮膚就變成乾乾淨淨的 連毛孔粗大問題都可以解決 對,只要他毛孔裡面是乾淨的 他只要是氣掉多上來 他縮縮起來 整片他就變成就看起來了 那他是一個療程 還是他一次可以有一些 就會有一些改善 他每一次就通通都會有改善 每一次就越來越好這樣 因為要看是誰真的 對 他終於來了一個他必能隔了 對我們在接受到的 哦,原來是這樣 所以你剛剛講說有一支影片來看看 對,來看一下這個 美顏針灸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直接給大家看 美顏針灸具有調整臉型改善老態的功能 主要還是來自於施作者的經驗 如何利用美顏針灸的技術 使肌肉達到放鬆與緊缺的效果 我剛剛最主要又是先斷開它的下拉力 像比如說我把脖子都放鬆掉了 來自兇手乳頭肌跟擴頂肌的拉力 我都把它剪低了 然後再來我增強了它的一些肌肉的張力 有一些放鬆 有一些反而是叫它收縮 如果說中性在這個地方的話 它的右側的眉尾跟眼尾比較拉提上去 然後再來就是蘋果肌變得比較高一點 比較明顯一點 然後腮幫子這個地方呢 它的線條變得比這一邊還要再斜一點 這個女生真的是應該不會害怕 其實看了蠻可怕的耶 如果有一個運動的傷害 我們針背啊 針手啊 反正就是看不到清楚 所以我也不太害怕啦 對我個人是覺得針灸 我個人覺得那種三四針不太痛 其實我針灸好像是酸酸的吧 對 有一些地方特別酸 醫生就會說是不是有酸酸的感覺 我說有有有 那就是正常的這樣子 那在臉上會有酸痛的感覺 還是說臉上是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臉部的話 因為說真的它比身體還要敏感 所以我們會用特別細的針 再細一點的針 對 特別細的針 然後這個針的話 我們會看病人的狀況 如果說它本身就是 欸 常常頭痛什麼的 那我們可能就還是要去 故意去調節一些穴位 對 它可能就會酸脹感會比較明顯一點 那如果說它真的就是很怕針的客人 那我們就會盡量用輕柔的手法 避開它會酸脹的那些地方 那想要請教院長 就是我們做一次這樣美顏的針酒 大概臉上會紮多少針 那這樣一次的費用大概是多少 一次的話大概會在一兩百針 這麼多 平均是一百多針 然後有時候像有些藝人他們要求我 這邊還要幹嘛幹嘛 有時候就一直加一次加一次加 就加超過兩百針 就放一根刺猬在臉上 對 那兩百針是照針來算價錢 還是說一次 然後包全部的針酒 我們是就是用範圍來算 因為我們自己是醫生 其實我們很討厭在那邊 1、2、3、4、5、7、8、9、10 1、2、3、5、7、8、9、10 1、2、3、5、7、8、9、10 我現在只要第幾針 那現在已經一百多針要算也是很困難 那很浪費時間 所以可能就比方說我要弄額頭 或弄可能整張臉 這樣子算一個價錢 我們是整張臉 因為其實真的全臉的線條 它之間是息息相關的 對 像比如說 你要蘋果肌的話 其實側面的肌肉張力也通通都要調整 下大力也要調整 然後等等 所以其實基本上一個訴求 我們還是真的整臉 那院長 你敢自己紮自己的臉嗎 常常啊 喔 這個是可以幫自己沒有用的 對 你可以去我粉絲專業看 就是長不起來 然後消息資訊 就是有點累了 然後就開始就是 你要開始化妝 要開始紮針 出門前先紮針 我覺得我常紮的時候最大的差異是眼睛周圍 因為我們這樣子其實是很用眼的一個行業 對 眼睛周圍我自從常常自己幫自己美顏針之後 我眼睛很少在 我在工作的時候在干涉過 很少 原來是這樣 我們現場好像在林醫師前面還有這個真 就是真本人 可不可以幫我來介紹一下 真其實不是只有一種對不對 還有蠻多種 其實我蠻想知道 就是由醫師你的專長在什麼地方 我剛才看到你臉這麼小 這麼年輕 是不是因為都幫自己針酒的關係 針臉就是一定會啊 因為就是一個誰不希望自己變美這樣子 對 所以你一直維持在這個很童顏的一個狀態 童顏 有好有壞 我想知道你幾歲喔 你有25嗎 有 有 遠遠高過你預估的 你如果留直短髮 你說你15我都相信 對很像學生 對 保養得非常好 真的耶 所以你之前 有沒有什麼樣的機緣 讓你想要當中醫師 假如是家裡啊 或者是 可能去給那個院長針的時候 發現到他太厲害了 所以你決定那麼 我沒有差那麼多歲 有什麼機緣 其實我也是有點誤打誤撞 其實對 一開始是覺得中醫還蠻奇妙的 就是因為 因為有些東西它其實 就是把脈啊 或者是開藥的部分 其實跟習醫來講 就是它不像新醫那麼的 那麼的 有一些科學上面的一些 就可能一就是一二就是二 對 可是中醫的話 其實要 望聞問切 你要看看這個 感覺又更複雜 層次又更多 然後就覺得很有趣 這樣子 真的耶 所以 然後投入這個 中醫行業的 還是需要一點 刺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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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其實要當中醫 還是得要念正規的中醫系 然後要做中醫執照 對不對 所以想當中醫的人其實是要及早規劃 沒錯 是沒有辦法半路出家的 對 我們來看一下剛剛桌上說的這些針 這個跟我們平時在中醫診所裡面 扎深的針是不太一樣 它比較細對不對 對 它比較細 因為要用在面部 面部真的比較敏感一點 就是如果比較怕痛的人的話 它就會覺得更痛了 更酸 應該這麼講 而且說真的 這個又是要讓客人它是 舒服自在的變美 如果它很緊繃的話 效果一定會大 所以現在螢幕上看到的 那是針是長短跟粗細都不一樣嗎 對 左邊的話是我們大部分 我們用在面部 然後最細的針 對 幾乎細到看不太清楚的這個 對 然後右邊那個是我們一般用在身體的針 可是它已經算是用在身體的針 裡面比較細 比較細 可是兩個這樣子一筆 對啊其實還是差滿多的 那這個粗細的差異 除了說我們被針灸的人的感受之外 在功能上 功效上有什麼樣的差異 要讓肌肉跟心情都是放鬆的 狀態去達到肌肉張力的調整 其實這樣客人會比較漂亮 而且重點是還有瘀青的問題 用細一點的針 它比較可以避免掉那些瘀青的可能 對 你說院長好心理醫生喔 對 講話很低沉 但是如果說細的針可以避免掉瘀青的狀況 為什麼不全身都用細的針 我們用細的針 針感弱一點有時候效果是真的會比較弱一點 喔 所以有時候針對那個穴位 你還是得用粗一點的針才會真的 有這個 對對對 可是用在臉上如果一大堆瘀青 客人又不願意 當然對 臉上身體還比較沒有關係 沒有背啊 稍微一點點瘀青的話 如果效果可以快速達到的話 對就還好把你穿衣服都擋住了 就像我最近這邊好痛喔 希望等一下醫生就是想幫我撐 這應該叫做網球肘對不對 對 對 但我沒有打網球 其實一樣意思啦 就是運動傷害 對 如果手都常常受傷欸 比方說媽媽手啊這種的 常常都可以 我常常就是身體痠痛的時候 我都會去 都會去針灸喔 對 那像上美顏的臉部的針灸 大概要多久的療程一次 你講 通常會建議啦 因為其實每一次每一次針灸 它有一個效果的累積 那跟它持續性的疊加這樣子 所以會建議如果說 當然能達到最大的療效 跟最好的一個維持的話 就是一週一次 其實是我們最建議的方式 就像是保養這樣子 對 就像按摩一樣 大概一個禮拜一次這樣 對 就是剛開始是治療 治療 治療期的話 一週一次 那每一次大概都有多久的時間 要一個小時嗎 還是 差不多 要到一個小時 不像我們一般身體 可能15分鐘而已 因為前面我們其實 你一來的部分 當然臉的部分 我們其實最好是泄洗乾淨 對 那泄洗需要花一些時間 就像去打雷射一樣嗎 對 讓整個皮膚的膚況是最純粹的狀態 那再進行針灸 那臉部針灸 施針的時間 大概就是20分鐘到30分鐘的時間 完了之後還要留針 因為他必須要讓他整個氣血循環帶動起來 跟一些筋膜張力他 留針是什麼意思啊 就是把針留在臉上 然後讓他持續去刺激 然後去洗個頭 看著電影這樣 對 讓他效果 讓他發揮到他最大的效果 那粉絲在問說在什麼地方 在光復南路318號 對不對 在那個大樓的一樓 旁邊這個停車場的方便 對 就國父紀念館站 對 國父紀念館站 幾號出口 二號出口 大家會小心一點 二號出口 二號出口 可是他在整修11月才好 11月才好 所以目前差不多兩位美女 現在可以先從 沒有他是說出口啦 出口在整修 是是是出口在整修 可以先從一號三號出口 但平常是要在二號出口 對 十一月之後 十一月之後 現在請大家先走一號跟三號出口 你可以進計程車去 或自己開車 旁邊有個停車場 我的手機 那你現在可以停止 你常常去 那邊那一段 那附近就是那邊好停車啦 那個地方 而且你人中醫呢 還有中醫件LV之稱 就跟院長鞋子一樣 好那個我們 欸 你有做一個 當然 欸尤其是你平常就是 像你自己也敢自己針嘛 對不對 對 那你自己針 比方你之前有沒有什麼樣子的一些 皮膚上的狀況 然後自己針的時候 你覺得是有很大的改善 嗯 我覺得真的就是 用眼跟睡眠不好的時候 眼眶周圍的循環 真的 就是凹陷淚溝啊 我說睡很飽都還是黑眼圈 會特別明顯 那當他用眼過度的時候 整個往下的時候 加上我平常有時候喜歡皺眉 然後那個 法令紋就會 皺眉 一直延伸到 對 到我們的那個 整個法令紋 就會變得比較明顯 就會變得 有點下垂的狀態 因為他被嚇嘛 你們應該是常常針 所以你們其實都不會有黑眼圈 不管是循環的地方 都會比較好 有有有有 就因為其實眼睛他只要不吃力 眼周的那個老化就會慢很多 因為我們如果眼睛在吃力 我們就是會 對 那氣紋啊 現在幾乎都這樣 看電腦看手機 對 可以說他就是因為我們肌肉太緊繃 而造成那些 對而且整個神韻就跑掉了 等等 眼神就開始變兇狠了 那針酒等於說是放鬆臉部的這些肌肉 因為我們不可能拿那個筋膜槍弄自己的臉 那太可怕 對 所以就靠針酒來放鬆臉 我們先來抽第一份 先來抽第一份 是 大禮 裡面呢有這個 膠原代表面膜還有這個探方 來看看這一位幸運得主是誰喔 蘇子鵬 好恭喜你 是恭喜 恭喜子鵬 待會還會再抽出一份 對 在這之前呢 因為現在就是今年夏天非常的熱 對 然後可能微微中暑或不舒服啊 然後就是精神也不濟 在冷氣房又很想睡覺 有沒有什麼樣子的這個 飲食上面呢 是可以做一些改善 或者是說要注意的地方呢 小美女醫師 因為其實我們夏天的時候 其實現在也是 中醫講的節氣的大薯 對 那大薯 我當天有去吃了一份大薯 哈哈哈哈 怎麼讓我接這個 對 旁邊有一個蘋果耶 對 很適合你 好來繼續不好意思 那大薯過後其實這個時間年開始 空氣中的濕度已經開始是慢慢減少了 沒有像之前的濕度那麼高 對 然後但是這個時期其實 最重要就是你的散熱要順暢 喔 排濕氣對不對 對 那從冷的地方到熱的地方 從熱的地方到冷的地方 其實算是不是最容易遇到的狀況 對 然後常常就會容易中暑 不然就變成感冒 對 對 就是兩種不同 那其實很重要就是一個毛孔的開合 跟一個心臟腸胃的能量氣血的充足 其實這兩個部分如果調整得好的話 其實身體的狀況在這個時間上面來講 其實身體會是比較舒服的狀態 那其實雖然夏天的時候的確就是 你去看這個季節產出來的水果 對 當季的 或者當季的水果 甚至於當季的一些 茶飲的部分來講 然後我們比較常接觸到 可能你可能會吃一些比較生冷的東西 對 因為其實像西瓜、鳳梨這些 其實也都是比較偏良性的東西 但是這些東西來講 其實的確是適合這個季節 因為它的確會有一些消暑散熱的功效 包括我們常常在外面看到的一些涼茶的部分 對 那這些東西來講 適量的 適量的使用 其實對於身體的暑氣 或者是熱氣的增散是有幫助的 對 但是當你如果吃到 你發現你肚子開始有點脹 你的胃口開始變小 或者是說 你開始有一些軟便的狀況的時候 就表示 已經超過你適合的量 那這個時候就可以停摺 因為再超過下去 其實來講 就會傷到我們所謂的腸胃跟心臟的能量 那你的散熱的功能可能就會開始受到影響又變得不好 這樣子 那有沒有比方說我們可以 有什麼樣的食物是吃的時候可以排濕氣 排濕氣的嗎 對,尤其台灣人吃氣都蠻重 因為其實人的體質還是有分一些寒熱的狀況 那其實身體如果說腸胃啊 整個循環是比較濕冷的狀態 夏天可能你真的吃了太多冰品、飲品的話 那其實我會建議像四神堂 或者是甚至於一些 甚至於在進階的一些 蔥、薑、蒜、辛香、辣的東西 其實是可以幫助去食跟排汗 這個季節是可以 對對對 透過這些辛香料的部分 是可以的 對 但是如果當你其實已經很口乾舌燥的狀況下 那身體的濕氣又變得比較重 排便開始變得有點黏制不暢的狀況下 那這個時候的話 可能剛剛說的東西就不是那麼的適合 通常這個時候都會跟暑氣有點夾在一起 那就是一些親俗散熱的東西 譬如說一些薄荷茶啊 甚至於菊花茶啊 然後甚至於是我們常常會建議 通常到這個時候的時候 濕氣比較黏制的時候 還是需要靠醫師開一些藥去輔助 對 幫忙把比較黏制的濕氣去掉 所以如果這濕氣我要散熱的話 我吃麻辣鍋可以嗎 對 有些辛香料在這裡面 其實是可以 太棒了 大汗出很燥熱 大汗出其實是好的 可是重點是 你吃了之後的汗要除得來 當你如果是吃了 可是你發現你的汗出出來 有可能你在冷氣房待太久 你的毛孔的開合以及那個能量已經沒有那麼順暢 把麻辣鍋打到操場上面 可能效果就沒有那麼好 當然 當然 你說這個非常棒 我們就是想說不要吃麻辣鍋 但是應該是很棒 但其實是反而可以在夏天吃 它的意思是應該是說 多吃比方說像辣椒 可以去逼汗出來 要在熱的環節裡面吃 對 可是油的話可能就是 盡量在這裡不要那麼多 兩位應該平常不太喝冰飲料 冰飲的部分 會少一些 對 好像有聽說就是 連夏天都盡量不要喝太多喝 連夏天都完全不喝冰的 就常溫嘛 OK 去冰 其實這個季節 真的喝冰的 會讓女生真的是腫很快 胖非常快 因為我們都等整天在冷氣房裡面 外面也冷 如果身體裡面又冷 整個我們的基礎代謝率跟排汗的可能都變得很低 那這其實就會很容易水腫 全身腫腫 其實不要誤以為隱柔變胖 它只是水腫 這樣子我們現場就要來打賣看看隱柔有什麼問題 我先拔是不是 對 然後坐在皮卡丘的位置上面 因為剛剛醫師有提到說 體脂有分這種寒的 對 我跟院長除了肥胖之外 到底還有什麼問題 到底還有什麼問題 好緊張喔 我要抱著皮卡丘讓 這個優異師來拔一下賣 還是有什麼事情你就乾脆先說出來 沒有懷孕沒有 沒有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想請院長來講 就是懷孕的 是可以針咎的吧 通常我們是建議就是 第一孕期就是前三個月 跟最後一個孕期 對 先避開 中間四到六個月可以 前三個月是因為 我不知道還穩不穩 如果氣血虛弱型的 這個就不適合 然後後三個月是他自己躺很久 他會不舒服 對 我覺得很神奇 因為我以為把脈 他會就是 固定擠壓著 聽那個脈 他在打節奏 對 像是一些八六拍的歌曲 很輕柔的在打節奏 有一些音樂的基礎 所以其實到你們整所去 不僅這個環境舒服 然後其實你們的氣氛也是比較輕鬆的 因為有些人會覺得去看醫生就會緊張什麼 但是你避免掉這些 前置的一些因素在 可以避免掉就是 一大群人在那邊 後著面對面 然後互相看來看去 那是誰誰誰的那種感覺 欸 妳的話非常實在 真的 真的有時候就會覺得 坐在那邊等 然後就是大家大眼更小眼 對 所以像剛剛就說 女生要做這個臉部這個美針的部分的話 其實是會有一個自己的空間在對不對 不要讓人家看到滿臉針 對 還是很有隱私 就連後診的時候也都是獨立的空間 連後診都有 難怪是LV 對 很棒 所以你們平常的話是可以在線上面做預約嗎 那我現在要來 妳先坐在這邊等候審判 對 等候審判 可不可以用等一下再講 我們現在就要來揭曉 尹柔的身體 到底我身體怎麼樣 現在體脂肪在多少 這個東西是秘密 可能就要私下講 對 但是其實現在 他的身體裡面其實是比較有一個 熱悶在裡面的狀況 熱悶在裡面 所以我要吃麻辣鍋把那個熱 逼出來 妳可以先喝薄荷茶菊花茶 甚至於 薄荷茶菊花茶 因為其實身體現在 預熱的狀況下 那個熱也有點傷到妳身體的 比較滋潤性的一些 精液的部分 對 包括膠質的部分 包括水分的部分 其實現在是比較不夠的狀態 那醫師我算是那種燥熱的體質 還是那種寒的體質 燥熱 偏熱的 偏熱性的體質 偏熱性的體質 那我有什麼病嗎 所以麻辣鍋 麻辣鍋可能就不是那麼的適合妳 剛剛醫生有講到說妳的水分可能不足 所以 就算她已經喝了這麼多水 她是不是流不住 對 就會很容易 很熱的時候 或是曬一下太陽的時候 妳的汗就會很容易就是 一直一直蒸散掉 對 因為反而妳的心臟的心氣不夠 所以她喝水速度其實 她一直來不及補她這個流失的水分 對 對 好像廣告流失的水分 可是因為我現在每天都會喝超過2000CC 所以我還是要再喝更多嗎 還是說她喝水有什麼喝錯了嗎 對 喝水的頻率可以拉高 但是每次飲用的量不必太多 對 少少口的然後去吸收對不對 就像盆栽一樣 對 盆栽在很乾的時候 你很 倒下去它就整個都流掉了這樣 或是像她喝多喝氣泡水這樣OK嗎 氣泡水可以啊 可以 還是可以 所以我的問題就是 體內有一個熱氣排不出來 所以我要喝銀耳莲子嗎 或者是薄荷茶或菊花茶 那食補的部分 像如果跟我一樣燥熱的人 可以吃什麼要吃比較好 就是滋潤性的東西 像我們說的那種 木耳銀耳海帶水要秋葵 聽起來都很健康耶 很好吃 不要排斥他們 秋葵很好吃 加胡麻醬 好 那我知道了 回去好好的來食補一下 那就交棒給鳳哥喔 我現在肚子很餓 肚子很餓 肚子很餓 我應該不用這個東西 好 先把它放在這 我本來最近很胖 剛剛不是說不能講這件事 夏天就是一直在喝甜飲料 我可以看一下舌頭嗎 對耶 那意思是看舌頭的用意 我早上吃蘇冰的時候刮破舌頭 它留意一下 分舌體跟舌胎兩部分 舌體的比如說顏色或形狀 它可以暗示了我們很多線索 舌胎也暗示了另外一系列整個的線索 另外舌體有沒有在抖啊 或者是它有沒有特別的無力約束自己 所以它變得很肥大 這種氣虛什麼等等 它可以提示我們非常多的 這個人現在體質狀態的線索 就常常如果說是感冒去看西醫的話 都會叫我多喝水 但是其實我也是喝很多水的 對 也是喝不住的 留不住水 你是氣虛的人就抓不住啊 你喝進來他就出就出 那我也算是氣虛的人嗎 小樣都是 我這樣很干擾 我也是一個氣虛的人 我也是這樣 你的熱都把你的氣消耗掉了 我就熱把我的氣消耗掉了 所以我要盡量不要讓自己熱到嗎 就盡量不要讓自己曬到太多太陽 消耗掉那些氣 現在你都在跟皮卡丘住 應該是說要多休息 不要讓自己太疲憊 知道沒有 陰陽要平衡 對 就是陰比較少的時候顯得好像熱比較多 所以要多補一點陰 陰就是代表要休息這樣子 對 像睡覺是我們養陰的時候 喝水也是我們補陰的時候 然後多吃一點什麼秋葵 那些可以白白潤潤 臭臭的那種滋膩的這種東西 不要想歪 都可以養一點陰 都可以 都可以 Oh my God 是我的陰 我發現中醫師的身體都很好 你看我的手是冰的 但是中醫師的手是熱的 對 我是冰的 我非常冰 死了很久 那手腳冰冷是代表他身體比較寒嗎 血液循環也不好 在他來講 就不是說比較寒 他就是循環 對 循環動的不流暢 對 所以我下起來斷熱舞 那流暢一下 下起來 我跟眼柔誰比較胖 沒有啦 我需要注意什麼呢 或要吃什麼 我現在就坐在這 你的部分就是 我會建議可以多喝一些四神湯 四神湯 從來不喝這個東西 怎麼這麼好 我覺得比我的好喝 可是很正常啊 你可以不要吃豬腸 你可以不要吃豬腸 你可以喝那個湯就好 喝湯就好 對 因為其實現在腸胃的氣 是比較弱一點的狀態 我腸胃能差 對 然後身體的濕氣 也有一點排不掉 因為你身體的氣的部分太弱了 推動的力氣不夠 對 然後所以身體的腫脹感 其實比較多成分是因為氣虛 不是因為真的胖 停在那裡造成的腫 不是因為真的胖 不是因為真的胖 好開心喔 對 所以除了四神湯之外 還有什麼要注意的 那它算是體內有熱氣嗎 還是沒有 就是 有惡靈啦 它其實 微微的熱 但是被寒氣悶在裡面 所以剛剛說的那個涼飲的部分 尤其如果有帶糖分的話 就是 就不能喝 對 對 要少一點 對 被說中了 所以血白喝超過三次受咬病 喔 這真的非常不好對不對 對你來講 對啊 就是如果要 念 緊實的話 吃很多剉冰啊 這些 那想要請問就是 你今天笑得很開心 就是 體質是可以改變的嗎 體質是可以改變的 有可能把這些狀況改善 對 適合自己的食材 對 那或者是可以去找兩位醫師 就可以開相關的一些中藥材的 一些配方給我們 這種狀況透過 透過那個扎針也是可以的 小忍扎針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的 因為它 我們穴位都有一個 嗯 調節的作用 調節的 方法 對 就是其實是透過那些 經絡穴位 然後去調整你身體裡面 所有的器官 脹幅循環 對 會有加成的效果 嗯 所以想問一下頂岩 中醫 除了說剛剛講的 針灸 然後可能還會一般開這個 那有是開藥粉嗎 還是是 需要開那種 我自己煎的那種 自己煎 對 有些是開那種自己煎的 對 現在都是一包方便 就是科學中藥 對 基本上兩種都有 就是看每個客人的狀況 如果它的狀況真的 其實 以開藥水來講 當然它的濃度高一點 它的作用的速度會快一點 而且它也比較容易吸收 如果我們不喜歡吃整包的藥粉 有沒有什麼解決方法 就不曉得怎麼吞 那我們就會開藥水 因為直接用喝的 其實蠻多人是比較喜歡這個方式 那種藥水是像那種 然後真空包再加熱就好的那種 還是直接打開來喝水 就是如果說 我們 我們會請 就是我們會專門幫你煮好的粥給你 然後那個時候就是真空 直接使用 好方便 對 我記得 以前我在喝四五的時候 也是都是買那種調味 人家煮好的 就非常的方便 就只要隔水加熱就可以了 還是你都會先去劈財 然後就是 沒有那才是有點太麻煩 而且專業的精華也比較不會有一些 對啊 成分上的問題 對 所以因為我們今天那個主題是美女中醫師 不想說就是 外型亮麗的話 對兩位工作上有什麼幫助 比方說會不會有當更多的 你知道病患 然後也會說 來看其實很舒服 舒服嗎 其實我覺得還好 還好 對啊 但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很說服力 因為像兩位皮膚都非常好 而且保養很好 又沒有黑眼圈 當你在跟客人說 你要怎麼做怎麼做會調理得好 說服力對不對 對啊 因為你自己狀態不好的話 真的是完全沒有說服力 真的有些中醫師就是年紀有阿妙阿妙 對 所以兩位除了說服力之外 其實就沒有其他的 你最常被婆婆媽媽們問到的問題是什麼呢 最常被問到的問題 妹妹你幾歲阿 我就會進來說 阿你是醫師喔 阿這麼年輕喔 所以其實這外型也有一點點困擾 用大波浪的頭髮其實對你應該是 你是想要塑造稍微年紀稍微大一點嗎 對 就是看起來成熟一點 因為其實我的前老闆也曾經講過就是 你上班的時候要化妝阿 因為沒有化妝會看起來更年輕 對 對 這樣子就是大家 剛進來可能 第一次進來的客人 可能比較沒有那麼的熟悉的話 他們其實還是會先有一個心理上面 一個視覺上面的一個印象 對 會有些刻板印象 對 就跟吸引一樣 就是會有非常多那種很年輕 看起來非常年輕的醫生 然後那個病患都會 嗯 阿你敢不敢看 對 就覺得年輕好像就不專業 可是其實這是刻板印象 對 也不代表說 其實年輕他們也是非常專業 其實他們的年紀也沒有到很小 只是保養的非常難而已 對 資歷都是非常豐富的 對 而且你剛剛有沒有就是有沒有發現 其實那個小美女醫師的時候 非常非常的溫熱耶 對啊 而且很輕柔的 感覺就是在打節奏 然後手很溫 所以像這樣 手很溫暖代表循環比較好 對 其實可以感覺出來 她的氣血循環非常的好 對 那平常要如果想要氣血循環好的話 要吃哪些東西 會讓自己的循環比較好 因為我覺得很多女生都會有這個手腳冰冷的問題 你本人我很好奇就是你早餐會吃什麼 早餐 對 因為其實早餐有時候很難選擇 你可能喝咖啡 或者是吃外面的早餐店 或是你知道就是可能早餐都很難選擇 我真的很喜歡問醫生 就是你們自己三餐會吃些什麼東西 對 早餐呢 早餐很重要 平常早餐的話 基本上我真的早餐都是熱飲比較多 對 早上起來的熱的溫開 或者是溫開的水會先喝一杯 那如果真的要喝的話 我會比較偏向選擇紅茶的部分 對 因為其實早上喝咖啡的部分 雖然說的確它是把你的就是 會有一些強心加強循環 短暫的這個作用 但是其實如果說 早上一開始其實就開始大量的消耗掉你的氣 有些心氣弱的 難道下午就沒力氣了 然後到下午就比較沒有力氣 對 因為我有聽過一說是就是營養師 他都會 比方我們都會講早餐有西式有中式 或是什麼選擇 然後營養師就會說 其實早餐吃飯跟吃點青菜 其實是OK的 或是吃一點蛋白質 他們的話我會這樣搭配 但我其實我蠻正經 想說我們早餐會吃飯或吸飯 他們就會覺得說其實這樣子是很好 會比你去外面吃早餐店來的好 對 但是我不習慣 對 因為大概好像還是習慣吃西式的早餐 對 其實飯這種白米飯這種乾胃的東西 它可以養胃 就是胃有狀況的人 其實就比較不會 一整天這樣亂吃下來出狀況 對 就像前幾天說 早上起來我們都習慣先喝一杯溫開水 可是他們就會說 如果你肚子也沒有食物的話 反而會刺激你的腸胃 就是你知道 害我現在早上就不敢喝太多水 所以早上到底是能不能起床 還是要看自己的腸胃狀況 其實是要看體質欸 如果說胃本來就已經冷的話 你又一個水下去 那水喝太多的話 有時候只是少量欸 可是你體質不是 那也是一種水毒啊 對啊 有就喝完水然後走去要坐捷運的時候 我就會開始覺得欸 有點暈 有點不舒服 對對對沒錯 今天得到解答了 所以到底能不能喝水 還是得先讓專業的把脈 或看一下自己的體質適不適合 對 那我們剛剛講到說 很多人都想成為醫師嘛對不對 那想要成為中醫師 有什麼樣的條件 要做什麼樣的準備呢 要好好讀書 對 台灣現在中醫師的這個門檻 大概就是我們就是學士的中醫系 就是可能高中畢業考大學的時候 就先填中醫系 或者是一般的大學科系念完之後 再去考學士後 中醫系這兩條路 那像我自己 那像學士後算是碩士嗎 學士後就是 第二個學士 對對對第二個學士 第二個學會 第二個學會 那這個工作有沒有讓你覺得很辛苦的地方 工作時間比較長 工作時間比較長 沒有啊自己愛工作 一般來說大概公尺會多長 會像我們一般聽到的七一那樣子 就要輪班啊 一天上到十六個小時之類的這種 基本上如果是在 診所的話 它的時間其實是固定的 那其實如果不是一個單純一人診所的話 那其實排班也是可以做調整的 對 只是說每一診的人數來講 人數可能就不是那麼你可以掌控的 對 就是當在時間截止之前 你有人進來 你還是還是必須就是一步一步把它看完 這樣 那一個診大概是多長的時間 通常大概三個小時 三個半小時 要看每一個診所可能不一樣 對 有些診所可能它中間是沒有休息的 它就直接就是一路看這樣子 而且我發現就是中醫都看得比較仔細一點 所以那剛剛講到說 一個診是三個小時到三個半小時 那一個中醫師平均一天要上什麼診 其實是看人耶 看人啊 對 有的中醫師一個禮拜他只看五個幀 有的中醫師一個禮拜看十二個幀 那就不一樣 對 所以就是看自己喜不喜歡賺錢 是不是 是這樣解讀 看自己的熱誠跟看家庭狀況 所以我如果遇到那個醫生只看三個幀 所以醫生都沒有熱誠 可是有些醫師會覺得 因為因為他自己的看診的方式 他的思考的一個路線 可能他需要花比較長的時間 那他幫你做調整 甚至於調氣啊 調一些脈的部分的話 那他可能會耗費掉比較多的 整個身體自己的能量氣線的話 那他有可能他看的人次就沒有辦法那麼的多 對 所以其實真的是看每個醫師的狀況 但是聽起來好像會比西醫稍微有生活品質一些 就是說可以自己去安排那個 你要看幾個診量這樣子 像是安排自己的下班生活 對 基本上是 就是比較 當然也要就是同事之間願意跟你做配合 但是不太會有半夜突然病患 就不會有這樣的狀態 最主要就是住院醫師那個階段會差很多 因為中醫比較少住院病房 那西醫的話很多住院病人 所以就會有住院醫師那個階段 那就是晚上可能就是隨口 就是病人有什麼狀況就要起來處理 那中醫的話基本上就是 我們看的病也比較多是偏調養為主 就是你忍一個晚上沒有關係的那一座 對 沒錯沒錯 要長遠來看 對 好 那就是我們之前有一支這個 校園調查的影片 是要給大家看一下呢 我們來看看這個 理想情人的職業 今天來這裡做什麼呢 我們今天要來調查青大高材生 最想要在一起的夢幻情人的職業是什麼 還有什麼職業是他們最不喜歡的 那我們現在就一起去街訪吧 Go 我覺得工程師就是感覺 很有腦袋啊 肥仔嗎 肥仔可能不行 肥仔可能不行 你很年輕 沒有兔頭但矮胖 不行因為我是眼孔 你理想情人的職業是什麼 我覺得應該 恐流內心的 你心中理想情人的職業是什麼 工程師 健身教練 男朋友算是一點點想情人嗎 嗯 他才是 醫師就是 多金吧 如果說光是多汗跟650萬 他可能就不太太 喔那可能可以選擇一下 我們指高 長腿愛健身 就這三個嗎 還有這個 都有都有 蔡同學是你很像 是是是 有在旁邊能說不信嗎 他是我的理想情人 大胸部 大胸部 好成熟 前面這個都 都太棒了 夢幻組合 我喜歡 社會企業家 然後 我想想看喔 攝影師 航海員 海關 攝影師 這上面我如果要選一個的話 我覺得會是 YouTuber 因為YouTuber的 百萬年薪 很高很高 YouTuber你不能保證說他到底是 很紅的那種還是 就是訂閱數很低的那種 財務管理師感覺就會一直 告訴我要怎麼用錢 我就會覺得 對 對 醫師呢怎麼會用 醫師呢 很多的護理師什麼 對 有點危險 對 所以如果你也想要變美 對 就是除了西醫的醫美選擇之外 你也可以來選擇中醫的醫美 中醫的醫美 對 這是未來的一個趨勢 就是可能 又可以在你變美的同時 又可以治療 幫你調理到 治療一下眼睛干涉的問題 對 眼睛干涉大家都會有 對 因為現在用油過度 一個禮拜 大家要點一瓶的人工淚衣 很兇耶 因為我以前戴了28年 那這真的是需要去徵求一下 我覺得滴眼藥水這個動作 不管你的外表看起來再怎麼年輕 這個動作就看起來很 很老 你說滴眼藥水這個動作 他現在教訓你了 對 還是希望你早上去找他徵求一下 把這個眼部的疲勞消除掉 我覺得是我喜歡的一個工作 對 那我也會 我覺得也是正種在把它變成理想的一個狀態 小時候寫我的志願的時候 你寫的是什麼 小時候 我小時候其實寫的是幼稚園老師 其實也蠻適合的 對 你現在可以就一邊看診的時候 一邊把那些婆婆媽媽的小孩 就放在身邊照顧 我還蠻喜歡看小朋友 他們對你就會覺得你沒有威脅感 就你覺得你不兇 小朋友會覺得你不兇 小朋友其實看到穿白色衣服的 他就緊張 對 看到一生就會害怕 他就是看到有人要來看鑽骨 他就把椅子挑高 然後看到小朋友就把他挑高 然後看到小朋友就把他挑高 現在放原食的料 對 所以其實小孩子也可以看鑽骨 沒有年齡的小時候 可以可以 感冒什麼都可以看 對 那最後請兩位醫師 如果說現在觀眾朋友看到這一集 也有人覺得說 好我現在還是高中生 我未來也想要當中醫師 有什麼樣的建議嗎 還是要經過一段 對 就是 念書 很長時間念書 對 去去去 累積一些知識 對 那可能 可能一開始進入的時候 會覺得很多東西很 但是你好像看不清楚 或者是有一點 沒有辦法具體去 去那麼清楚的去了解他的部分 所以是一個需要花時間 去學習的過程 對 畢竟還是一個專業 跟需要用在人體上面 院長呢 曾經有一個前輩跟我說 其實 說真的當醫生或中醫師 這個的確是一個稍微 收入比較好一點的行業 那至於適不適合當醫生 我覺得其實真的可以是先 努力念書 先考進來之後 再來考慮這些事情 因為醫生其實非常多的特別 你不喜歡跟病人接觸完 你可以帶病理科 每天看一些組織播片 那你喜歡跟人接觸 喜歡跟人談到心理的事情 你可以走精神科 等等等等這之類 那你很喜歡做手工藝 什麼什麼 或那種有力氣的 那你可以走外科 或什麼什麼之類 那牙科 像我弟牙醫師 他對藝術 他就很有天分 他在刻那個牙齒 就好像很厲害 我是看不懂 可是大家都說 好像特別有天分 那 這是一個很 沒有說什麼限定 什麼樣的人格特質 或什麼 其實只要你 喜歡 周圍的人變好 其實我覺得 應該就這個人格特質 就夠了 因為他講得很好 興趣可以慢慢摸索 但是前提是 你要考得上 你要先考進去 先拿到這個門票 再來慢慢摸索 你到底喜歡 雖然講 其實就算念醫學 也是範圍很廣 可以慢慢再探索 一定會找到你的興趣 對 前期是要認真念書 然後還過那個知識累積 痛苦的過程 對 最後我們要再抽一份 漢方面膜 還有膠原蛋白面膜一份 來看是哪一位新觀眾 恭喜 邱國偉 恭喜邱國偉 今天非常感謝兩位美女 女中醫師的分享 從今天開始 我們天天都有直播 對 從天開始 下禮拜開始 就是1到5都有直播 1到5中午 10分到1點都有 所以大家可以鎖定 感謝大家收看 下個禮拜也要去鎖定 謝謝兩位醫師 謝謝兩位醫師 謝謝 明天見囉 大家再見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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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